好 幾何字圖 來 考前 一定要複習 我剛畫的那兩個 知道嗎 因為只有這兩種沒有辦法用臭的 知道嗎 所以不會的你 拜託再去把內切圓、外切圓還有這個橢圓搞清楚 這個幾何字圖就用丁的就好了 知道嗎 我一直覺得考這個真的是很奇怪 現在電腦實在了 人家對岸的中國大陸已經到哪裡了 月球的背面去了 你會覺得去月球背面好像沒什麼 你們知道地球 地球是這樣子 月球永遠都是同一面面對地球嗎 知道嗎 所以要到這裡聽說很難 人家中國大陸第一個去了 中國大陸都已經上月球表面了 我們還在畫 與之議員畫五邊形 這是趙拉哥 要打仗的時候 切磅鐵 我們先來比 誰會畫與之議員畫五邊形 不會畫的人槍拿起來就砰 對不對 天生大陸要打過來了 沒有啦 開玩笑 知道嗎 實在 看這個真的 是從華民國之詞 所以這個集合制圖你大概就這樣子 所以來喔 我這裡稍微看這一個 可以用圈圈板畫出來 剛才我在湊這一個 有沒有 是用圈圈板 知道嗎 還有算用針頭跟那個比例畫法 就是我們剛才畫五角形那一個 知道嗎 再來三次圖 剪圖 所以我為什麼一直叫你們畫剪圖 拜託 剪圖畫出來 你就不用再思考 畫圖的時候就不用再思考 注意輔助線 就是過程線要不要差啦 知道嗎 剛才我有講了 如果時間很緊迫 就乾脆讓他扣幾分就好了 知道嗎 所以一定要用4H的 老師說的4H的筆下去畫 4H的這種筆下去畫 知道嗎 考完要還我呢 我們這要一直傳接下去喔 好來 再來喔 題目 好 等腳圖轉三四圖 拜託你 第一腳法 跟第三腳法 一定要搞清楚 好 第一腳法 記住就是正四圖先畫 上四圖在下面 對不對 再來叫你 看到底畫左側四圖還是右側四圖 還有拜託你 你 不要 我說的考試就是考你反應喔 不要洗以為常 不要每次正視圖都是從這邊 看清楚他的箭頭 考試一定會給你箭頭 考試沒有這麼有種 出 沒有箭頭的 叫你自己判斷 其實我們的課綱裡面是有一題是 不是有一個章解是叫你自己判斷哪裡 哪一邊 哪一邊應該會 化成正視圖 可是我們聯考不敢這樣子考 知道嗎 所以搞清楚 好 正視圖要以 那個 他 題目標示為主喔 沒有標示 好我剛才講的 不可能考這個啦 知道嗎 可是我還是提醒你 如果考試考 真的他這麼有種 叫你自己判斷 怎麼判斷 最有特徵的當正面 所以有圓的一定是當正面 知道嗎 所以如果我畫一個 比如這個 圓錐狀的東西啦 圓錐狀的東西 哪裡要當正面 一 二 三 四 請問你哪裡要當正面 一二三四 沈憶偉 一二三四 一 投你叫什麼名字 我讓他出名一下 方南偉 幾 一 人家跳你就跟著跳喔 我叫你判斷啊 我叫你判斷啊 真的是喔 人呆喔 畫面就知道了 誰吃醇 一二三 是 你不要再搞公一啊喔 最有特徵的 好 方南偉說一嘛 沈憶偉說一嘛 因為他是圓的嘛 可是要虛線比較少的 所以要三 因為他這樣子看起來是這樣子 對不對 啊這裡是這樣子 虛線比較少 知道嗎 啊 再來另外一種 聯考不 不大可能考啦 就是 依照這個物體的特性啦 如果這個是一個杯子 你的是一個杯子 你的正式圖要用成哪一個 就要變成這樣子 杯子是立的嘛 你知道嗎 杯子是立的嘛 知道嗎 可是考試不可能也這麼有種啊 啊 好再來 好 有的題目是已經給你前釋圖了 就是付給你前釋圖 他最主要是考你會不會釋圖而已啦 知道嗎 好所以這個要特別注意一下 還有 我再 複習一下 第一腳法 第三腳法 的 圖釋 有時候是寫嘛 可是考試到現在還沒有考過圖釋 就是這樣子 來注意看喔 我曾經有講過 這是中心線 請問你 這個圖釋是第幾腳法 這個 第三啊 他不是這樣子嗎 是不是 有沒有 我們這樣看過去這裡是右側視圖 右側視圖擺在右邊 右側視圖擺在左邊這個就第1啊 這個就第3啊 對不對 我好像畫錯了對不起 應該是這樣子 我畫錯了 我畫錯了嗎 這樣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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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嗎 知道意思嗎 好 再來 完成線 拜託你 要用粗的 筆去畫喔 知道嗎 我說過的 如果只有 實線 跟虛線 跟虛線 你不用分粗細 因為0.9跟0.7 分不清楚啦 0.7跟0.5分不清楚啦 知道嗎 所以現在考試都不會叫你分粗細啦 所以可是 如果要考那個 等一下我們再看喔 好 單類型 我們都喜歡用方言紙嘛 對不對 我們學校學生都用方言紙 可是拜託你喔 0.5的 拜託的 那有的會百幾條的 自己考量一下 你知道嗎 有時候他有一些尺寸 你才把它畫一下 你都是先用 一公分的嘛 知道嗎 你都是先用一公分的 如果這個尺寸有用到0.5的 你再用0.5量一下就好了 知道嗎 再來 太多的時候用尺寸型 善用 那個三角板 來 考題如果比例只為2比1是放大還是縮小 放大喔 這個就是 1比2就是縮小嘛 知道嗎 好 結構有緣的時候 你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結構有緣要寫什麼 對 我一直在講要反應喔 反應 知道嗎 看到什麼就要反應什麼 怕自己忘了 就把它寫在你的那個答案券上 好有緣的時候 老師建議你一樣喔 先畫圓再畫直線嘛 老師有講過 如果你畫圓了之後 你這個再接的時候會比較好接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不要這樣子先畫直線了之後 圓接上去糟糕變成這樣子 對不對 你就要調整會比較複雜 知道嗎 好 可是 有時候可以用圈圈板去畫啦 說實在小圓用圈圈板不要快 知道嗎 好來 需要寫工程字的時候 試圖跟試圖之間的距離是幾公分 兩公分啦 還在四公分 如果有尺寸標註就是幾公分 四公分 好再來我們先把它講完喔 齒寸標註的時候的繪圖順序是什麼 還有順序喔 不要聽過 第一個 把三四圖畫好 對不對 三四圖一定要 怎樣 怎麼樣 去檢查有沒有掃線 對不對 好了之後是什麼 中心線 是不是 中心線完了這是什麼 尺寸標註嗎 記住 記住有這個的時候 一定要分出細喔 這個一定要用細線化 知道嗎 基準面如果他標示的時候有基準面那怎麼辦 還記不記得基準面是什麼意思 來喔 我先隨便喔 請問基準面是在A還是在B 範堂堂尾 A還是B B啦 不是從這邊畫出來嗎 不是從這邊畫出來嗎 知道嗎如果他的圖是這樣子 跟你講說他的基準面 在這一邊 譬如這個是寬度 寬度的基準面是這一邊你就要這樣子標嗎 知道嗎 如果高度的基準面是在底下 你是不是就要這樣子標 好 這裡 由下往上嘛 對不對 再來 好來喔 尺寸標註 剛才有講過一定要分出細 有緣一定要標什麼 尺寸標註 各位 直徑要 半徑要怎樣 我知道R啦 小於180度嘛 直徑要大於180度嘛 好記住喔 半徑 半圓你就拐拐要標半徑 半徑記住只有一個什麼 箭頭嘛 可以畫出來外面嘛 對不對 半徑也可以怎樣畫 你這箭頭也可以在外面喔 知道嗎 圓 還有不要這樣子喔 比如這裡R是5 你不要這樣子這裡寫直徑10喔 不行喔 不行喔 因為這個是什麼 你這裡是 畫的這一段是半徑啊 知道嗎 所以一樣 所以這裡也可以寫出來直徑10 知道嗎 可以嗎 好 斜密有線的時候一定要留意要從其他地方去求嘛 對不對 知道嗎 只是有一些尺寸好記住 如果他是在上市圖 要對過來這一邊 你可以直接用圓規 好譬如我要量這一段啦 直接量這一段這量過來就好了 知道嗎 不一定要畫 這個45度角這樣子對下來 知道嗎 好 好虛線的起始與交會 等一下我們練習的時候我們再來講 好啦我們先這裡 先下課一下好了